好,接下来我们看关于宿主中 还有一种非常常用的一种方式 就是用指针去保存宿主名这样一个需求 那么比如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两个问题 它说让我们定一个指针指向一个一维空间 也就是我们的A10这样一个线性空间的守地值 这个可能是非常简单的 第二组它说让我们定一个指针还是一样 保存我们二维宿主的一个什么守地值 很多同学说二维宿主不就是二维指针来指向吗 比如你看很多同学都这样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定一个int心P1等于什么A 这不就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OK,好,那他说那二维怎么办呢 那这样int心心P2等于B 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好,那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 那么这样的问题行不行呢 首先第一句话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线性地址的读取内存的方法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int 就是说A虽然有十个 但我们说这个十个只是在什么 申请空间中起作用的 对A这个地址读内存的方式 有没有任何的辅助意义 没有,就是说A对读内存的方式 只跟A方括号作为整体的外面有关 对不对 这个外面就是我们的int 也就是说A读内存的方法一定是四个读 那么我们P1读内存的方法是不是一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指针在复制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什么 没有任何问题 就两个地址读取内存的方式一样 那么我们也就不会报一个什么警告 或者是报一个错误 好,那么但是我们来看 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来定义二维数组的话 那么我们看看会出什么问题呢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个例子 那么通过C元编辑器 看看它能不能过来 我们已经写好了一个程序 我们来看 首先我A申请十个这样的int的线性空间 B我是实现了一个什么 申请五行六列的这样一个什么 线性空间 一个二维空间 然后这个空间中 你看我们这一行是P1等于A 然后这一行是B 然后用二维指针去复制 那我们看行不行呢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行号 好 也就是说一会我们看第九行和第十一行 看看这两行在我们编辑器中 有没有一些什么给我们的提示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地址是一样 那这个等号是不是 他就不会帮我们 告诉我们这两个空间是不一致的 对不对 好,我们编译一下看看 好,大家看 他说十一行出事了 十一行出什么事呢 就是无效的指针类型 所谓的十一行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我们用P2读内存的方法 跟B读内存的方法 其实是什么 完全不一致的 完全不一致的 所以这样也就出现错误了 那么我们来先分析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那么也作为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什么 一个复习 那么我们来看 二维指针呢 我们原来强调过 二维指针 你第一个想法一定要这样想 圆圈指什么 指内存 对不对 他永远不管二维还是几维 他最终都是圆圈指内存 对不对 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内存中一堆 存了一堆什么 存了一堆地址而已 是不是 存了一堆地址而已 好,然后这堆地址呢 怎么的 又指向 这是我们二维的概念 如果三维其实一样 那这就变成什么了 这个空间又变嘛 又止嘛 对不对 好 然后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是P二读内存的方法 但B读内存的方法呢 我们说B读内存是怎么读的呢 也就是说我们原来提到的 B 比如说我们刚才有个B 然后我加一个 什么意思 就是我往下走一步 下走一个 那它是多大 我其实我们也就知道B的什么 B读取内存的方式了 是不是 那怎么读呢 原来我说的二维数主 读内存方法是什么 一行一行读 也就是说我这样定义的话 其实是什么 只定义五行 五行 但是是六列 什么意思 五行六列 也就是说我这一个行里头 有多少个元素 六个元素 六个什么样的元素 int的元素 那我只能指到这的过后 我读下一个B加1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的 应该是往下走一个 对不对 往下走一个 那也说我一次要读多少个 是不是读六个int 是不是 你看你这个概念是这个概念 而我们P二 大家看到了 P二不是这个意思 P二是一次读四个字节 什么 只是把它作为地址的 这样数据类型 看到没有 所以说二维数组 跟二维指针有关系吗 那么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 没有任何关系 二维指针只是在描述什么 把描述地址的线性关系的 一种什么 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就是你这地址是线性的 看到没有 是个线性的 然后我又要存你这个线性的表 怎么办 二维 二维指针 是这样的 所以它实际上是地址的一个存储器 地址中的地址 就是地址中的地址的存储器 是二维指针的概念 而二维数组是个非常特殊的读内存方法 就是说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 就是只通过基本数据类型来读内存 它而且是通过什么 它是不是通过一块一块读内存的 看到没有 所以说这样的内存方法 我们怎么来定义呢 好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么在之前 我们给大家介绍指针的时候 只是粗略的介绍 这样介绍的 就是说我 恰心P 那么以P为基地址 加心过后 这个心的前面的内容 心的前面的内容 是代表以P为手地址 读取内存的方式 对不对 当时是这样 那么这个类型 我们可以认为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简单类型 简单类型 但现在我们的需求不一样了 我们不能再是简单了 我们可能是一块一块的读 那么这个怎么表示呢 好 那下面呢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表示的方法 在我们定义指针的时候呢 一直在强调 大家要有这样一个思想 你一旦写了心P过后 这个心P 实际上P的 P 就是P这个变量 其实已经定义好了没有 已经定义好了 它就P就是个地址 没有别的了 也就是说P被心一旦修饰过后 它俩是不是紧挨在一起了 没有任何的什么意义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如果前面写成int 那么大家看 你再对比一下 intA 和心P 那你看 是不是这个心P 就相当于这个A 也说这个int 实际上是不是修饰整个心P的 P已经被修饰了 那是不是就是修饰心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这个int 代表的是新的读形那种方法 而这个A代表是不是int的方法 对不对 好 那么这都是我们比较单纯的一种什么 一个一个读 那我现在一块块读怎么办 之前我们说了 块读我们这样读呗 比如A5 那这是不是就五个int 五个int来读啊 就这个A的感觉是这个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一葫芦画表怎么办 我就这样定义 int 心P 如果我们能有个办法把心P跟A进行一个替换 那其实是不是就让我们的心啊 读内存的方法是五个int 五个int来读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写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这种写法又有个新的问题 大家看啊 在我们C元的读内存的方法中呢 我们现在要提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它C元编音器 其实它就是一个那个字符串的一个解释器 字符串的解释器 这个字符串解释器中呢 它首先是先按照我们的什么 右边去读 先读右边 当它看到右边中有一个方括号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是说它先读右边 读P看的方括号 P的属性改变没有 P的属性改变 因为P就是宿主了 五个这样的 P是五个空间 每个空间里头存啥 存心 什么心呢 int心 所以这样的话呢 你看跟我们只想描述一个圆圈 指向的空间是五个五个读 是不一样 你看我这一次定义五个一个心了 所以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的方法是这样的 在我们的这个的基础之上 加上一个心P 加上一个括号 那这样的话呢 这个因为又有括号的原因 这个地方有括号 所以说我们试源编器 还会先读方括号不 就不会读了 既然不会读 那么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P就相当于先读的是不是心 那也就是说P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变为一个地址了 然后这个地址中呢 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整体 是不是恰好就是int5 看没有 int5这样一种声明 跟这种写法很像 对不对 而这种写法呢 是修是谁的 是不是修是心的 那原来是四个字节 那这个是五个 五个int来读 那么心P这样读的方法 是不是就五个int的方法来读了 看没有 所以这种变量声明的方式呢 大家要明白 就是说 我是一个地址 然后结果呢 这个地址呢 是五个五个的int方式的什么来读取的 所以这种写法希望大家能够明确 尤其是这两种这两种写法 那么在以后大家在不管是你自己设计程序也好 还是在读别人程序也好 那我们需要怎么的 需要能够认识 认识这个意思 好 那回到我们这个程序吧 那我们看看我们这个程序该怎么修改 那么根据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我现在是五六 什么叫五和六呢 就五行和六列 对吧 五行和六列 那你说我定义的这个P2 读内存的方法是怎么读的 是不是应该是什么 六个int来读 因为你是一行行读 一行是不是六个元素 看没有 所以看来二维指针或三维 或多维指针 这后面还比前面是不是更重要一些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可以认为前面是一个什么 前面只是一个一个普通符号 就是说告诉你 我有我想有这么多个 但每个多少这很重要 因为这直接涉及到我这个读内存的方式 对不对 所以说那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就稍微改进一下 你看 还是这样 首先来说你不能这么写 因为这么写过后 这个方括号是不是先把P2给你修饰好了 也就是P2变为宿主了 不是我们的一个小盒子了 对不对 它成为标签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把这个什么 括号加起来 括号一旦加起来过后 我们的P2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地址了 看没有 真正的地址 然后这个地址 我们通过这个方括号和这个int 共同修饰这个形 看没有 那么一般情况下 我们很少这么写 就是int6 然后什么 新P 因为这个总觉得反正看起来就挺奇怪 对不对 所以我们用这个方式去写 如果你觉得这个不好写 你就这样写 那你都能这样写 能这样写 那你看我们写成这个方式是不是你也能理解 对不对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好 然后下面我们看 这个地方我们再编一下 你看看最后这回还有没有警告了 好 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警告了 没有警告了 所以通过这个知识点的讲解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说我们指针实际上可以到处指 而且指内存的方法非常多 就靠什么 就靠这个心前面这样的一个修饰 好 那再把这个例子再稍微往后深一点 假设我现在定义的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可能是一个什么 比如说B 是两个空间的三行四列 这个面的一个什么 一个结果 那我现在用指针去把这个B保存起来 你看怎么保存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说 你B和B加1之间关系什么意思 是不是一个面一个面 因为它有两个面 两个面 所以我B是一个面 那么再读 是不是一定要一个面一个面的读 对不对 那指针是不是也应该按了一个面一个面的来 来指向才行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还是一样 我们新P先写进去 新P你加元加括号过后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地址 然后这个地址我们通过什么 3 4 然后怎么的 然后这样是不是我们就是三行四列的面就出来了 然后什么样的面呢 是int 看没有 因为我们最小元素是int 虽然有三行和四列 但最小元素是不是int 对吧 好你看 这样一写 是不是就写出来了 看没有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可以认为是宿主名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好 好不好 好 舒逃 好 OK 《黄来衔战情募》 aki衔战情募 均水